染颜抬眼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发现与她同来的还有另外两个华蜂女子 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略略回忆一下 认出了穿惨绿乳裙的是十四娘染千 而卓月白乳裙的是十五娘染美希 从染十四娘到染十八娘 都是差不多年岁 特别是染十六娘 与染颜几乎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所以她们在族中的排行也都挤到了一起 染十四娘是三房嫡女 趾高气昂的神情与染美玉如出一辙 当真是物以类聚 十五娘是三房庶女 一席月白乳裙 发际上简单地插了两只簪子 垂着眼 一副不冷不热 不嫌不淡的木头模样 染美玉一脸嫌弃地进了厅 看见染颜自顾坐在那里用饭 丝毫没有迎接的意思 心里变声不快 目光扫到染颜的饭食上 冷哼道 哼 这早晒又是十哥买的吧 几日里也不知怎么扒着十哥 从他那里唠了多少好处 染云生带着染颜 在东市大肆采购的事情 染府上下早就传遍了 虽说染云生也送了每个兄弟姐妹礼物 但毕竟只是出于礼节 他们也不曾想 原来一向温和有礼千千君子的染食狼 也能像顽固子弟那样一掷千金 染颜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继续吃饭 染美玉与染千静止坐到了席上 染美西也默默然地跟着坐了下来 厅内的气氛有些尴尬 最尴尬的当属染美玉了 他物质说了半晌的话 闪颜却是一句也没有回应 世七妹 你怎可如此无礼 我们好心过来看你 你居然连身都不起 染千有些看不下去了 他是与染美玉一起过来的 藐视染美玉 也就间接地藐视了他 闪颜用完饭 接过小满地来的帕子 漫条丝里地试了试嘴 又竖了口 这才连任端坐 道 诸位一大早兴致勃勃地过来 是想通知我什么坏消息 现在可以说了 你 染美玉一拍案集 竖得站了起来 但想起染颜那天 在阴府瞬间支出他时 那种冰冷淡漠的神情 又有些退缩 者儿向染千道 十四姐 我都说他欺负我 你还不信 你现在看见了 他连你都不放在眼里 染颜打量染千一眼 一袭惨绿乳裙 五官长得平平 甚至还没有染美牺牲得漂亮 更加比不上染美玉 哦 原来是十四姐 美玉呢 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美艳 只让人一不开眼去 阿颜一时没瞧见十四姐 真是怠慢了 染颜沉脚一扯 做出个笑的模样 染千是嫡女 她母亲娘家很有势力 靠山强硬 在族里是很能说上话的 只可惜相貌平常了些 因此长相问题 实在成了染千一块心病 原本看见 染颜居然生得 比染美玉还要貌美 她就已经嫉妒得 恨不能抓花那张脸 现在被这么一说 当下脸上便挂不住了 十四姐 你莫要听她挑拨 染美玉狠狠地盯着染颜 染颜笑容淡淡 端起茶水 轻轻抿了一口 转回头道 怎么不给十四娘 和十五娘上茶 娘子 小满有些不安 方才她出去端茶水的时候 被碗里拦住 说是不用上茶 碗里让你不要上的 染颜虽是问话 但语气似乎已经笃定 也不等小满回答 道 回头你去说说她 我只说 以后不用理染十八娘 她怎么能 连十四姐和十五姐都怠慢呢 小满也是机灵的 听染颜这样说 便知道 是刻意挤兑十八娘 她哪里敢真的说碗绿 只垂眸 小心翼翼地道 染谦当下就觉得 染颜 急不待见染美玉 她是因为和染美玉一起来 才受到这等冷遇 势必不懂事 十四姐和十五姐 请见谅 染颜事已小满 还不快去 染美玉一张美艳的脸 气得铁青 猛地站了起来 立声道 你少得意 做那等肮脏下见的活 你的茶 我还不喜爱喝呢 算着阿爷已经决定 把你送去美颜安 去礼佛敬身 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十四姐 我们走 染颜 似笑非笑地 看了染美玉一眼 她习惯性地移植气势 若是放在瓶宿 染谦定然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可经过染颜几句话 心中便觉得不爽快 虽然明明知道 染颜也不是出于什么好意 但至少面子上 还勉强过得去 便道 你先走吧 我要与十七娘说几句话 染美玉正了一下 见染千姿态傲然 神情坚持 当下气恼的一跺脚 拂袖而去 染美玉是步步都跟着染千 自然不会随她走 三个宜兵过来找茬的人 顷刻间便分崩离析 而且恐怕以后 也不会和好如初了 毕竟染美玉 不可能为了染千 把自己往丑了打扮 而染千就是再打扮 也比不上染美玉 染颜看着染美玉 一抹红影消失在院子中 心知道 现在是拉拢染千 和染美玉的好时候 她虽然不善于主动 挑起话题 但这种关键时刻 还是知晓 该如何应对 隧道 高氏和染美玉带我如何 想必两位姐姐都知道一二 我因她带卖了两位姐姐 还请见谅 染千脑子 比染美玉转得快多了 知道这不会是染颜的拉拢之言 但正好给了她一个台阶下 所以也没有太冷淡 微微笑道 无妨 十八娘的性子 我们都是知道的 浇满了些 去身上礼服 玉莫也就是这几日的事情了 两年不见二位姐姐 今日一见又得过许久 说不定呀 待我从山上下来时 两位姐姐都已经嫁人了 时期略背了一些薄礼 请姐姐们不要嫌弃 染颜说着 扶着小满的手臂起身 向两人微微欠身 转去了寝房 染云生那日 给她买了许多不是很实用 却价值不菲的物件 用来送些无关紧要的人 的确有些浪费 不过少一个敌人 就多一条路 该舍钱财的时候 必须要舍 但这东西 也不能送得太好 让他们知道 染云生这么舍得为她花钱 恐怕反而遭忌妒 闪言挑了两件 中上等的精美首饰 又加了两匹布 回了主厅 我长久在庄子上 也只有这些拿得出手 姐姐们不要嫌弃 染颜让小满 把东西分好两份 摆在两人面前 染钱略略看了一眼 摆在她面前的 是一个长形锦盒 还有两匹上好的 蝉枝牡丹锦段 摆在染美西面前的锦盒 略小了一点 和两匹沙罗 这些东西 在府中也不少见 但也不是想要就能有的 所以染钱心里 也稍微舒坦了些 说起话来 柔和不少 这大红色的 蝉枝牡丹 我最是喜欢 染颜浅浅笑道 十四姐喜欢就好 染美西飞快的抬眼 向染颜欠了欠身 小声道 多谢十七妹 三人草草又寒暄了几句 十四娘和十五娘 便带着东西离开 稍等了一会儿 染颜也带上腕绿 一起往城中去 腕绿的伤势还未全好 但染颜厌尸之事 弄得满城风雨 肯定是别有居心之人散步 这个人会不会是少明 还尚未可知 所以一时没有别的人选 只好辛苦顽绿了 散步谣言之事 染颜想来想去 都没有想到其他人的动机 但少明若是高氏的人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高氏 却极有可能 造成今日这种状况 婉绿 让你查的事情 结果如何 闪淫皱着眉头 即便他丝毫不在意 验尸之事暴露 但对于背叛之人 绝对不可原谅 婉绿答道 查过了 少明自从那次回来之后 一直待在庄子上 据说已经病了六七天 每日偶偷布置 时不下咽 人都消瘦了两圈 连走路都打晃 好多天没有上工了 他却通风报信的可能性不大 闪淫扯了扯嘴角 大部分人第一次看解剖 都会有这个反应 渐渐的就会好了 闪淫单手撑着脑袋 手指轻轻扣着太阳穴 忽而坐直了身子 不会是肖宋吧 想了一下 闪淫又放松了下来 他与他虽然不搭对盘 但也犯不着这样对他 马车入了城中 直直朝东市附近的彩绣馆去 路过府衙的时候 马车渐渐缓了下来 外民人声鼎沸 堵住路口 马车行了几步之后 并已经被死死堵住 寸步难行 婉绿把帘子 掀开一条缝隙向外看去 去也没看出什么来 便道 娘子 我下车去瞧瞧 婉绿下车一会儿 返回来道 娘子 是刘刺史要亲生命案 就是凡春那个案子 闪淫透过竹帘 向外看了一眼 婉绿凑了过来 小声道 娘子 听说伟娘 劫发因三娘是主谋 阮言身子一紧 垂眸思虑片刻 道 你去府衙门口 悄悄雨牙一说 阮时七娘想拜访刘刺史 事关案情 这个时候 刘刺史也不一定会见他 闪淫只是试试看 若是能够进去旁听最好 若不能 也就罢了 婉绿应了一声 再次下车 闪淫看着 简壁的府衙大门 心里将这些日的事情 一件件串联起来 包括那个 困扰他许久的梦境 阴婉婉被沉堂 为什么被沉堂呢 听阮云声说 他常常无视家规 都跑出去玩 会不会因为他违犯了家规 因此被阴氏沉堂了 但是在风气逐渐开放的大唐 当真有这样残酷封建的刑罚吗 还是 殷婉婉与秦四郎 有过什么亲密行为 所以殷淼淼因毒杀人 后来又觉得 对不起殷婉婉 觉得这一切 都是因秦四郎而起 所以想拉着秦四郎一起死 来赎罪 这样 也勉强能说得通 那魏娘与翠梅 又怎么会与殷淼淼一会儿作案 他杀死势必樊春的动机 是什么呢 那杀死寒山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些事情都如一团乱麻般 缠绕在一起 每一件事情都看得极清楚 却找不到什么 但染颜认为 因婉婉之死定然是起源 娘子 留刺史传说话 让从侧门进去 婉绿将帘子撩开一脚 悄声道 阮淼心中一喜 道 那走吧 婉绿钻进马车里 给阮淼带上秘离 然后贴着墙根 慢慢往府衙侧门去 一路上 被围的水泄不同 不到百米的距离 整整用了半盏茶的时间 才挪到地方 婉绿与牙役打了一声招呼 侧门开了一条缝隙 两人飞快地穿了过去 娘子这边请 有牙役早已在门内等候 闪眼看了一眼 照避附近拥挤的人群 心知这是公开审案 毕竟 这一个案件中 三死一伤 算是这三年之内 最大的谋杀案了 即使阴府在苏州很有实力 刘刺氏也绝不敢寻思 士七娘 你来的正是时候 刘刺氏急急忙忙地迎了上来 也不等阮添行礼问候 便道 快随我来 阮添皱起眉头 又有一种被人算计的感觉 但鉴于他自己也很想知道案情 便不再纠结于此 跟着他一起来到了一个偏房之内 门一打开 碗绿滴滴滴惊叫了一声 一间不到两丈长宽的室内 任何家具也无 只铺了一块素布 上面堆满了带有泥土的白骨 骷髅之间散乱地堆了一地 闪眼目测看了 这里面至少有十几二十具骸骨 风三巡正戴着手套 蹲在一角扒拉着骨头 刘刺氏道 你上回说这个案情与殷辅四娘的死有关 果不其然啊 魏娘揭发呀 当年殷四娘是在七夕节被殷淼淼害死的 然后沉入了平江河 记录上说那女尸双脚被麻绳覆住 面上裹素布 但由于在水中泡得太久 衣服蓝履 皮肉腐烂不堪 实在变不清身份 便与当年的其余的无名尸体一并 被埋葬在了一起 老夫命人都给挖了过来 你瞧瞧能否变得出啊 刘刺氏说完 满脸期待地盯着染炎 风三巡也正头疼 他只勉强骗得出男女 以及大概的年龄范围 其他的细节 光靠着几根白骨 实在看不出什么来 闪炎大概地扫尸一遍 伸手道 手套 刘刺氏立刻令人 递上一副手套 闪炎二话不说地蹲下来 便拾骸骨 不管怎么说 英婉婉 与原来的染炎 是很好的朋友 闪炎就当 是为了朋友说一孩 也必须要找出英婉婉 那个爱笑 爱玩的少女 就那么葬身平江河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她竟然脱离了石头的坠覆 飘到河面上 然而当时 并没有人能辨别出她的身份 为她深渊昭雪 因此只得了一卷席 与别人共用坟墓 魏娘还招了什么 闪炎一边分辨骨头 一边问道 刘刺世亲自道 她说 当年殷四娘被秦牧生 强要了身子 但秦牧生拒不承认 说自己根本没有碰过殷四娘 甚至不知道殷四娘 生得何等模样 因为当时也无人证明 殷四娘是被秦牧生所辱 而秦牧生又有不在场证明 所以殷父只能是忍气吞声 不敢声张 暗地里调查此事 可两个月后 不等查出结果 殷四娘居然怀了孩子 又过了一个月 渐渐开始显怀 殷四娘慌乱恐惧之下 在七夕那夜约了秦牧生 想说明此事 求她负责 闪炎心里一阵唏嘘 两年前 殷婉婉不过才十四岁 一个小女孩遇到这样的事情 又是在殷父家教森严之下 定然十分恐惧吧 闪炎垂眼 一瞬间 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 那个鹰红色乳裙的女孩 依旧是在一片雾中 辨不清容颜 她恐惧的声音 响着染烟耳边 阿爷 我好痛 阿爷 我好痛 鲜血顺着她的群居之下 鼓鼓流出 将鹰红的群居 染得更加妖娆 是流产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